今晚安徽卫视热播大剧《打狗棍剧主》 其剧《非常近距离》 郭靖宇在一样的举动让威子现场失控 大杆子 你不能这样 不行 真的真的不行 真的 绝对 刚才我出哪了 在那住三天的孩子 一见他来 妈妈妈妈那个神经病又来了 弟弟杨志刚为何现场大吐苦水 对哥哥抱怨连连 他们俩现在对我都慢慢的淡化了 因为他们有了孩子 我还嫉妒他们的孩子 最近拿我当牲口使 妈死了用我 然后说给多少钱 够你打几场高尔夫的 模范夫妻郭靖宇 月丽娜到底为何争风吃醋 现场投诉不断 可嫉妒了 我们三个一起打扑克牌的时候 他永远像是他弟弟 打一三让他走 他一四 把我跌家了 不是说威哥过生日 他一定会去跌家 一定会去 对 但是我过生日 第一见不着人 第二见不着礼物 今晚非常近距离 李靖带你走进威子 与郭靖宇一家的快乐生活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常近你们的掌声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导演 著名演员 著名的导演夫人 有请她们出场 掌声有请 欢迎 欢迎欢迎 来来 你是优先 来来来 不是我能拥抱一下吗 那我要是说不能呢 那没用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微子微子来来来来这边 你也可以拥抱一下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个真和我意啊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 那就不差这一个 哈哈哈哈 来我们俩拥抱一下啊 哈哈哈哈 恭喜恭喜啊 恭喜来往前一步 我们再次掌声来 欢迎他们 大家好 大家好 那这样的 今天的我要把这个介绍 留给郭导 旁边的这一位到底是谁 让他自己来介绍一下 应该是首次亮相啊 大家好 我是约丽娜 在《铁梨花》里 念演秋香四奶奶这个角色 呃 在《打狗棍》里演 拿苏枝 嗯 谢谢大家 认识朋友们很客气 您真实的身份呢 我家长 呃 我跟他是一家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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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我我是来陪我嫂子 哈哈哈哈 是吧 这是这是你弟 嗯 然后这是你嫂子 那我们今天是打狗棍的 这个剧 您是在里面演 是棍儿还是什么 嗯 我演我演狗 哈哈哈哈哈哈 郭导 他演什么要在系列 他演 打狗棍的后人 打狗棍的儿子 啊 现在隆重请出打狗棍 来哥 哈哈哈 哥你这儿来 我们仨都陪你来的 哈哈哈 来 威子威子威子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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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威哥 哎呦 别闹别闹 哈哈哈哈 这么多观众 还得出发 正经点啊 来 哎 你离我太近了 你离导演近一点 我离你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威子老师 我们都熟了 问打狗棍里 您是投资人是吗 哈哈哈哈 因为您今天穿的特别像 很地主 不像棍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认识那个郭导以后 变得就有点不太正经的啊 他不正经 我就不认识 哈哈哈 朋友来了有好酒啊 而且几位呢 我知道特别爱喝酒 我就跟郭导喝过 那酒量是吧 志刚 对 他说美女好 我提给我回报说 美女好 我都喝不过他 是吧 少来吧 来来来来来 上酒上酒 我们因为要祝贺打狗棍嘛 嗯 对吧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来 贝勒打狗棍 哎 来撞一下 贝勒打狗棍 来打狗棍 收拾长虎 你先喝我后喝 真棒这酒 好酒好酒好酒 好酒好酒 干了不行了 没多了 谢谢 谢谢 我怎么觉得这下好莱坞大片啊 这个敬礼啊 他这个 就他家里这点事 他必须得拍了 再不拍他得神经病了 真是 娜娜都烦了 一见面就跟我说 一见面娜娜一见面就问 是不是他又给你讲那故事 我对对对对 真讲 真讲 逮着我就讲 逮着我就说 我说你赶紧拍吧 再不拍的话 一我老了 第二你神经病了 损失很大的 但这个人也很执着啊 娜娜你说说他是不是一直 你都听烦了是吧 他从什么时候就说这事了 要拍这个了 我估计贪赖就这么谈的吧 你们俩贪赖是不是他就你 他说他们家有 你在那边哥说过吗 没有 你你现在自己说过 哈哈哈哈 那的是 的确是我刚 认识静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是同学 一起在 学校里面经常 上课之后在一起玩 有一天我们同学都在我们宿舍里唱歌 跳舞 聊天 唯独他一句话都不说 然后 玩神诚 对 吸引女孩注意 然后我就上当了 其实吸引你 对 的确是这样 然后那时候小 那时候我要带的话 肯定没他 这真烦人 对 哈哈哈 这事 这是我回家 认真考虑一下 哈哈哈 括号完毕 接着说回来啊 哈哈哈 同时坦白 然后 哈哈哈 你们平日就这样吧 哈哈哈 然后 我就注意到他 我说哎 这个同学他怎么不说话呢 然后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唯独他一点 面部表情都没有 沉思状 很严肃 然后突然站起来 就走 我就一下子特别的注意这个人 我就跟出去了 我问他 我说哎 你干什么去啊 我说大家都在宿舍里玩 你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玩呢 他说我在想我们家族的事情 哈哈哈 那一年我17岁 他也17岁 他真的 你真的是我在想我们家族的事情 哈哈哈哈 哦假的呀 哈哈哈哈 哈哈 没有 我呢 别解释别解释 我是这样的 他们呀 包括那个谁 那个武林峰的那个主持人郭承东 嗯 还有总盛化学院的那个优秀演员 王小娟 王小娟 劲儿都认识 我我我 他们他们都既能唱又能跳 在库里边闹 哥们五一一群 哈哈 什么都不会 想泡妞没点特别的不行啊 哈哈哈 我就站住往外走 我就想 这么多女孩 不管谁跟着我走都可以试试 哈哈哈哈 你都没良心 没想到跟出来的是我最想要的那个 哈哈哈哈 是这些话 哈哈 他前面那句也是胡说的喝多了我觉得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绝后涂真言我相信 不是他就是反复很多次 就是要拍这个戏对不是弄着玩的是真的我听起来的 我从小就那个时候我们金剧团他们是去演戏的我就是去写剧本 因为他这个表演能力太差能力太干不了演员 长相是没问题 形象那时候年轻很很帅 对呀 就是演技不行 他是我们班第一个演男主演的 演杂了吧 对演完这一部戏之后我就说你算了赶紧改行吧 哈哈哈哈 这话我也说 哈哈你也说了 他的表演问题是什么呀 他装 哈哈哈哈 我看他那个戏啊 在中央一套播过叫李子秀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没有手机 往我们宿舍打电话 就楼楼下有一天要喊 他告诉你就就喊严实康你哥电话 我什么事啊 我的戏要播你看一下 我看了 演的真是 没法形容 就不会表演 哈哈哈哈 然后经过我们共同的打击 他痛定思痛 不干演员 从那以后没再演过戏 对 那个家长问你一下就是 他这个在家里写吗 写编剧对吧 然后你给我说说什么状况 他说这两天左边抱着孩子 右边在写编剧对吧 他不是写 可不是这样 观众可别别别误解啊 他不是不是动笔 他是演 他那个写剧本跟别人不一样 他是变一个录音笔啊 变在这张牙舞爪的 自己在家里 不在家 到在家里好了 只是只是吓唬那 他是关键是现在跑到 跑到花园里面 把周温林就给吓得过枪 呃有时候就在公园 给公园的孩子吓过枪 哈哈哈哈 你写一写什么样的 这录音笔 嗯 别的 大杆子 你不能这样 绝不能这样 不行 真的真的不行 哦跟我说话呢 对不起没事没事 我我我这我这聊天呢 哦真的绝对 呃刚才我说哪了 哈哈哈哈 我完全是神经病 呃有一次是在呃 是在鹅和鸭的公园 人家是度假村 旁边的那个 那个在那住三天的孩子 一见他来妈妈妈妈 那个神经病都来了 哈哈哈哈 这是真事 娜娜他在家也是这样的吗 他在家里不这样 他是写还是怎么样 呃他的确是用录音笔 然后一边说一边来那个 记录对 可以坐在那里说是吗 不是他会来回的走 所以我们家孩子 现在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不能坐下 只要一坐下就哭 谁要抱着 你抱着孩子 一边走一边说呀 打狗过的这剧本 就有很大一部分 抱着现场 说的 但是孩子 这 所以我儿子现在特别习惯 于听岳阳楼记和 有故事性的东西 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 你给他讲一遍之后 他特别的同情那小女孩 他还说很可怜 一岁 我儿子现在一岁半的时候 就说 告诉爸爸 小女孩很可怜 要给他买双鞋 他就老听着听的 对对对 他就对这些故事特别的 有 很敏感 他是挺 挺奇怪的 石刚他这样的写剧本的方式 我们都拍了快三月了 40集的剧本只有20集 他还没写完 为什么写的慢呢 就是写完了一集 自己从头看 说这不行 重新写 再重新写 我们就天天在 剧组一百多人天天翘首以盼 就盼着郭敬勇的剧本来 他老不来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戏啊 我们一看 我就看见孤导鬼特点 这里面有自己家人 有经常合作的老朋友 娜娜这次你有片酬吗 没有 不仅没有片酬 而且还得把家里所有的 能用的剧里面的东西都拿来 还毁了一大件 什么 很棒的一桌子脆的 摆着饭子 哪有 不贵 压机 一冲动 菜了 拍戏的时候 这个娜娜 这个我们这个 这次这个拍 这次让她来啊 这个我跟静语啊 是最有发言的 因为当时我们 也想找一线的女演员 也想呢 这个 这个静语呢 也想过过瘾 因为她平时呢 都用的是手章 也想找一个那个 观众熟悉 而她不熟悉的 一线女演员 拉了一篇 我也当时也同意了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数 一个一个打电话 最后 那个片酬高的真的是吓人 那段时间片酬疯了 你知道吧 最后 我说 弟弟 咱别找了 咱就让娜娜来吧 实在是没办法 那时候娜娜还在加拿大 刚生完孩子 能不能接不知道 但是呢 静语就给她打了个电话 就赶紧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她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 当时正在奶孩子 体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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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增加了 然后每天把孩子在 现场的附近租一套房 然后所有带孩子的设备 全部把家就搬到我们现场 附近 拍完了戏 你知道奶孩子是论小时的 几个小时就得喂一次奶 她就 现场拍会儿戏 就赶紧往回跑 奶完了孩子再回到现场 然后还面临着降体重 还不给人家偏愁 现场她动不动还发火 凭什么呀你 对呀 你这装的真像你 是吧 居刚 所以到了 李静这儿 我就表现特别好 对 家长就说什么 我给你道听吗 居刚我特别想听听的 你哥他这样做 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最近啊 原来我小的时候 郭敬宇挺疼我的 最近啊拿我当牲口式 哈哈哈哈 我要哭个啥 我现在在上海 正在拍郭敬宇的新戏 叫天下第一军 我有1200场戏 每天都从早到晚 但是现在因为要宣传打狗棍 我是早晨6点出宫 拍了一天戏 然后坐火车来 八点到这儿来做节目 做完节目 我明天要早上再 跑回去接着拍 还要拍他的戏 完全是牲口 没有时间去 哇牲口让人还睡会儿掉呢 还不如牲口 还不如牲口 妈死了用我 那你的这个 打狗棍的片酬怎么样啊 因为我知道你 很红嘛 现在也是 对吧 别提了 我本来 我这个 这两年拍的都是主演的戏 红娘子 火蓝刀风 都是男一号 将军 将军都是男一号 突然郭静宇说 说有这样一个戏 给威哥演儿子 后三十集才出现 一个大配角 你来吧 我说 能不能不去 他说不能 第一 这是写咱们家乡的戏 你要为家乡做贡献 第二 这个角色 原型是你爷爷 你您得对得起祖宗 对得起你爷爷 第三 主演是威哥 那是咱清歌 你必须得给威哥挂刀提靴 我一听 就没有拒绝的可能了 我真会说 然后说给多少钱 够你打几场高尔夫的 林子老师 我觉得你本来选戏 就选的比较少 很就是很苛刻 然后呢 又赚不到钱 你图什么呢 跟郭静宇这样的人在一起 那你说跟哪儿讲理去 哈哈哈哈 你给我找一个讲理在这儿 我去 你肯定是有瘾 我觉得 对 他是为了拍完这个戏 变成中国第一的 大书 大书 啊 中国第一男 我原来是第二男吗 哈哈哈哈 我二吗 哈哈哈哈 我就愿意有这种有霸气的人 池刚 我觉得你特可怜 特饿吧 哎你还没吃饭 你可以吃饭 我还真没吃饭 不是真没吃饭 你吃块那个鱼 真是给那个那个 对对对 哎呀 那个拍打狗 对你这个做哥哥的好 拍打狗棍可不是这个状态 那天天到现场把我给气的 你说一说 你说一说 然后让他吃一会儿 每天到现场 他的戏少 到现场总是拍我的肩膀 哎呀老同志 累了吧 盯得住吗 我刚去打完了一场球 我这个星期打了三场球 喝了四顿大酒 这业余时间过来陪你拍拍戏 每次到现场都这么多 就你的戏特别多是吧 对 拍了六个月 还有一千多场 六个月我休息了一天 这不跟我没关系 B组导演那 他们有一个环境 那个有一个环境 今天拍完 那你第一次就那天也把戏了 第二天换一个环境 还有未隔一场戏 结果呢 他们就行贿B组导演 说把这两场戏放在一起 这B组导演呢 大家也都熟悉 就是铁力花中的 闪子叔叔 满意导演 我把我气化了 这么重要的戏 你怎么能换环境呢 这么大戏的男主演 他怎么能歇一天呢 你说你是人 我歇了多少天 因为我生活中觉得你是一个谈笑风生 跟其他导演不太一样 就是特别很外向性格的人 但是真的跟你工作起来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也特别这样的 但是我说的什么话就不一定了 就是会拉一张什么驴脸 然后很不高兴那种吗 不会 不会吗 所有为什么 你看我说这个拍戏 跟这个做人是一样的 你从他身边的朋友 就看得出来 他的为人怎么样 十多年 他身边永远是这些人 你想想 如果他是那样一样 一类人的话 他身边不会有这么多朋友 但是他开拓新朋友的能力 也忒差点的 是 对 作为拓荒者 他是差了一点 但是维持 江湖意气非常好 对 对吧 只刚问一下你 你觉得呢 维持老师觉得没有问题 你觉得呢 我其实有时候我看着他 我就着急 我替他招务 他啊这个把控能力特别强 这个个人表现能力也特别强 然后这个好嚷嚷 你模仿一下他怎么到现场的 王永辉你给我滚蛋 过来 买买买买 舌头人 哈哈哈哈哈哈 他的现场这个静语静语的舌头大 你用的是拿拿拿拿快拿拿 哈哈哈 那没有吧 真是 我为了逗他摸我故意的 哈哈哈 人家又你看说说妈妈 妙继续还有什么要要模仿的 他他有的时候因为他是演员出身 他又他有吸引 他有时候看电视器的时候吧 他学那个演员的表演 他跟着他一起演 你在旁边看 张的嘴 哈哈哈 他学 健身器的演员怎么演 他在家门怎么演 哈哈哈 可好玩了 你在旁边看特别有意思 我其实这也是 这也是 我学完之后那一下 我这样拿着耳机 这耳机啊 一个系要坏坏几颗 我现在你一说我想想 我一般这样吧 不管学怎么样 我我自己不过学我自己 如果好 这耳机是 过 如果不好 什么玩意儿再玩一遍 哈哈哈 反正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虽然摔耳机 于是 一部戏 尽量摔坏十几颗 控制不了啊 他对你呢 我觉得他 他他原来对我态度挺恶劣 就是我 我曾经跟他在一起演戏 演配角的时候 有的时候说我 说得很严厉 而且当着那么多人 我这小心脏扑腾扑腾直跳啊 他有一次 在拍龙虎人生的时候 我因为迟到了 他要打我 他拿什么打我呢 拿那个摄影机的那个 摇摆 追着我打 无数人来着越来越来越来什么 幸亏他胖他跑不过我 哈哈哈 不然我都惨了 没有今天了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呢 我们拍一个戏叫秘密图纸 我受伤了拍他的戏 从此以后 再跟我说戏的时候 和眼月色 一直一直到现在 打狗棍也是打狗棍 我们俩随着我翅膀硬了以后 我们俩在现场有了矛盾 对戏的理解有了不同 我敢说出我的意见了 不同意 但是呢 我现在 很有主见 比如这次 我演马九金 我我就想 他他希望我张牙舞爪的眼 就像我原来铁梨花里张尖的 就张牙舞爪的眼 我说 这是一个 虽然他原来是一个 是一个少爷 是一顽略的少爷 但后期他是一个抗日英雄 我希望他做减法 不要再张牙舞爪 但是他每次看 直刚你能不能再出来点 再放出来点 我说不行 哈哈哈哈 之后呢他基本都 我我在在我们两个之间中 我取得小胜 哈哈 因为你红了 哈哈哈哈 因为你又没有有资本了 对他又这么压榨你啊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就这个戏 嫂子回家还批评我 你怎么跟直刚这么说话 你以为是我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家长几天没训你了 哈哈哈哈 还行 那他对你呢 说话客气吗 现场 没有觉得不客气 但是也没有觉得客气 因为我觉得 那就相比下来你们三个人 你觉得他对谁说话是最不一样的 准确的说他对女演员说话很客气 哈哈哈哈 这首有女演员 这娜娜 你怎么净说实话呀 哈哈哈哈 郭导 好尴尬呀 要不擦擦汗 不是你真的是有点汗 刚才怎么吃那喝 喝那白酒喝的 没得 家教演 这是一个离不开亲情爱情的四人组合 杨志刚与郭敬宇是一对来自河北承德的亲兄弟 演员月丽娜与郭敬宇更是演艺圈出名的夫妻党 这是一个没有年龄界限的四人组合 郭敬宇兄弟与威子早年相识 十几岁的年龄差距却让他们成为默议之交 面对牢固的友谊铁汉也柔情 什么时候就是有想法想跟威子老师合作的 就甚至不认识的时候都对他有这个印象 我跟娜娜我们上学啊 在承德话剧团 我最开始学艺术是学话剧 我们剧团特别尊重艺术规律 我们第一次业务学习就没学我们团 没有那么精彩的话剧 就直接学习了威子哥或梅花奖的桑树瓶纪式 那个时候对一个刚刚走进艺术工作的 艺术学徒来说 那么璀璨的明星 他也特别喜欢威哥 他那时候就说 要这么好的一个男演员 我有机会跟他对对戏 我那时候想当导演 我什么时候我能拍拍他呢 真的就是当时一个念想 那时候就想 当时这些戏是你什么时候在威子老 老师 哪年呢 88年 上学的时候吧 对中期的时候 我91年学表演 影响了一个在承德的 偏远山区的一个剧团的小小办公室里 看到的这个威子哥 特别小的电视啊 对那时候没有打电视 不瞪着眼睛看啊 那多新鲜的 看东西还是瞪不瞪着眼睛 他闭着眼睛看啊 就觉得这个眼睛怎么长成这样 怎么 然后那个眼睛为什么那么亮 你那时候也还看灯吧 跟同好人学看灯吧 表演就觉得那个 那个简直 那什么时候合作了呢 《笑江湖》 哦 那第一次见到 见到你了 您对郭达的印象了第一次 那时候 那时候他这个孩子 满山遍野 因为我们那个《笑江湖》 大家都知道 那个群众演员有多 山上山下一步开了 哇一片 就他一个人 我一看 一个孩子 山下来又会跑 一点都不犀利 不犀利一点 你有看出他有才华吗 像今天这样的才华 那个时候有一次 那个时候我只知道他特别卖力气 但是他真正有才华是有一次呢 我那个岳不全 收着了拿一拨扇子 那个道具的扇子 扇子里面 上面有那个岳阳楼记 还是什么 满江红什么 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是吧 岳阳楼记 我看了一眼 然后他在站着生活 就开始背 那 很大的一面背 我心想你 我告诉你 高中生都会 我说你别看 我把花巴扇的一盒背 从头背到尾 不打磕巴 行呐 游浪下了 然后又给我背了一堆 调起来了 从那以后我就叫做文学锅 我们组里面都叫做文学锅 文学锅 就说他这孩子太好 去餐厅 他烧菜烧特别好 然后餐厅我都让那个大厨都离开 然后他炒 那土豆丝一上来就是 抒情散文土豆丝 走 哇 他这么多才华呀 才华大了去 娜娜你太有福气了 他是导演里面最会炒菜的 你炒的是咱们家乡菜吗 我个人也是 我们只要吃过的全会做 娜娜是吗 都炒菜好吃吗 没错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他那时候拍笑江湖 然后他打电话给我 我们俩聊天 我就说我说 今天在学校里吃到一个炒喝菜 特别好吃 我说以前没吃过 然后里面有什么什么 他说哦 然后等他拍文戏的时候 回来我 放了学一进家门 看桌子上就放着那一盘菜 然后真的就是我想要的那个味道 嘿 这这这不是为了上节目看的啊 只刚没吃到什么 我也没少吃 他是从高中就开始 因为那那个时候 你家老太太是不能够做饭 不能呛锅 从小学五年纪 他他很小 我记得他很小吗 小学五年纪 我们一家子人的饭都是他做 天呐 然后做完以后他不吃 他让大家说你们快吃吃 从我们吃完了以后 他把剩的菜汤 各个菜的菜汤 全和到一起 烩饭 啊全吃了 我是太能吃 而且吃的特别快 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好 刚才我讲我妈妈 就是生完它以后就身体不好 如果我跟我妈妈一起吃 我妈妈吃不到菜 都被我吃没了 所以我就等我妈妈吃完我才吃 多懂事的孩子 其实你很多次跟我提到过娜娜 我这是第一次见 当然有问题要问你了 就是说你觉得你们俩在一起 谁包容谁更多一点 他包容我 真的 那你今天演的蛮温柔的 他也有不温柔的时候 演员都是很轴的 我们俩平时生活当中从来不吵架 吵架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因为别人的事情产生分歧 另外一个就是在现场拍戏的时候 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们俩一起合作写过一部戏 然后后来从这部戏之后 我们俩再没有合作过一起编剧 是因为我们俩意见永远不同意 就是他有他的方法 我有我的方法 然后两个人对工作又很坚持 所以曾经有一度时间 我们俩不在一起合作 就为了避免争吵 对 很多夫妻在一家公司都打来打去的 对 不要太投入做一件事两个人 对 那我问你一下 比如说我感觉他对弟弟特别关心 特别关注 特别操心 你会嫉妒吗 会 哟 这么直帅就回答出来了 特别嫉妒 其实我是特别理解静语 对小刚的这个感情 但是以前年龄小的时候不懂 比如说他做些什么 你回忆一下 让你觉得那时候小 你还挺嫉妒的 买东西还是什么样 不是 可嫉妒了 我们三个一起打扑克牌的时候 他永远像是他弟弟 打一三让他走 他一四 帮我跌加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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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哈哈 哈哈 但是有很多时候 我能我能理解我嫂的这份记忆 因为 郭静宇确实把很多的心思 放在我的身上 有时候 经常比如很晚会给我打电话 然后 逢年过节 我说我过生日都会给我买礼物 然后 其实他就是 女女人和男人在一起 他是希望 战友 有战友欲望的 他希望 婚女与完门成全是属于他的 每个女人都会这样 但是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分支 他他就会嫉妒 这个是可以让人理解的 我现在觉得 他们俩现在对我都慢慢的淡化了 因为他们有了孩子 我还嫉妒他们的孩子 哈哈哈 原来对我那么好 现在 哎 我们这话是真的有 哈哈 我想有点 他其实没比我小几岁 但是就是 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嘛 所以他小时候 我就觉得他特别需要我关怀着我疼的 娜娜做的比我好 真的 我上一校的时候 是我嫂子教的我 我我学学舞蹈嘛 我嫂子教的我 然后我上学的时候 衣服鞋都是嫂子给买的 那当时还不叫嫂子 对 叫姐 准确的说 她是穿着我的衣服去上学的 哈哈哈 对对对 这不是买的 女装 真的是 男的女的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 送给我一个放磁带的那个小录音机 砖头啊 随心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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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舞蹈 你肯定要要要听音乐嘛 就是那个随心听一直跟了我六年 嗯 就是 我们也可以说小嫂也无母 不过你说的是 他们有了孩子将来慢慢就会忽视你的 对啊 你要做好准备 我才嫉妒的 哈哈哈 你别嫉妒了 这么多年他也没送过我生日礼物 我真的 你以为他这很心细 就是送过你吗 生日礼物什么的 没有 没有是吧 但是他会跟朋友一起过生日 就是比如说威哥过生日 他一定会去 一定要去 对 但是我过生日 第一见不着人 第二见不着礼物 哈哈哈 控诉 你使劲想象地送过给你什么 使劲想象地送过给你什么 哦 你送过一个礼物 这么多年 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有一次圣诞节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你送给我一个电动的接吻娃娃 哎那时候还挺浪漫的 那个那个挺特别流行的那个那个东西 对然后我很开心 然后那个天天摆在自己的床头 嗯 没超过一个礼拜 然后他哥哥家的孩子到宿舍里找我们玩 然后他说来 三叔送你个礼物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送人了 哈哈 这是他的应该说唯一送过我的一个礼物 我觉得他跟我真的就是太精彩了 17岁啊你想着 娜娜特别的孝顺 我妈妈去世那一年我在第一次拍一个完整的戏 在外衣不在家 呃最后的好几个月都是娜娜在家陪着 我陪着她未来的婆婆 但那个时候呢她也要叫妈 因为我妈妈特别想看到我们俩结婚 但是我就是不愿意结 娜娜其实也特别想结 但是我那个时候 她没她没告诉我 她不好意思直接说 她其实非常想结婚 那她就不告诉我 然后我就说 妈我还有事业啊 等我把事业都弄忙了 都把事业都弄忙了 我再接 然后我就 就忽略了 但是她仍然每天在家照顾我母亲 而且她 我母亲让她叫妈 说你是我女儿 嗯 是妈 我妈 我妈晚年的时候 精神也已经不太好了 特别难照顾 她说十几天都 十几天都 十几天都不能排便 好不容易有一点儿 她说娜娜 这个是金元宝 你把它拿起来 拿到山上去 我大哥就急 我大哥是医生 我大哥说你说什么呢 让人姑娘 她娜娜说 哎妈高兴我就拿走 就特别硬了 她就拿走 就这种事情我觉得 鼓有二十四笑 而且还没过门呢 再笑也没有这么笑 对 就真的我这个事情 竟然不是外人 这个事情没跟别人说 我一听起来都不能讲的事情 因为我妈妈那时候 已经病痛之后 她的精神不好 但是娜娜都能 这个事情都能做 后来我父亲快走的时候 我买了几回程度 好几个月 她每天都按点去病房 她反而跟我说 你可以不去那么久 因为你待不住 我精追不好 那病房里面你没法 你不能待那么久 她就替我去 每天都 她准时每天都去很久很久 只让我去很短的时间 我还在家 还有别的工作 我们还要减后期什么的 所以真的 应该说没有她 她没我今天 这句话威哥老师 威哥是吗 威哥是吗 竟于之所以有今天 有一半的功劳是娜娜 而且娜娜是我见过 在我身边 众多女性里面 最伟大的女性 好 娜娜其实也一直想要小孩 但是她看我特别爱工作 也没说 一直到快40岁了 我们才有我姓长 然后她想再多生一个 然后又有个幸福 经常是抛妇产 她为了为孩子好 第二个她一定要自己生 这个在 而且离得很近 这个在大流青年 在中国的医学里面 是不允许的 但是她说只要对孩子好 她愿意做一切 对 而且刚刚生完一个月 然后赶上宣传节目又来了 哎呀 我觉得 关键你恢复得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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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娜娜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你是不是好久没送花了 来来 我们家经常买花 那不一样 都是娜娜买完放在家里 没有让我高兴 那不行 家长 来来来 家长您直接 好久没送花 来 我们鼓鼓掌 哈哈哈 家长好幸福 哇 哈哈哈哈 哎呀 谢谢 真高兴 威瑟老师高兴吗 高兴高兴 对 我觉得你能记着 然后把它说出来 我觉得女人就已经其实 足够了啊 对 但是要有一个很漂亮的戒指 就更好了 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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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是幸福的 你有娜娜 有这么好的朋友威子 威子老师 弟弟就不用说了 可以压榨的弟弟 可以压榨 然后我 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打狗棍 因为我觉得戏里戏外 都透着亲情和友情 然后也希望 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威子老师 谢谢